番外篇,有孕 住口 信昭阳朵然喝道,面色浮现浓浓的怒意 果十八娘被他喝得一愣 自认识以来,信昭阳一直是温文尔雅和其待人的 从来没见过他有过冷脸,更不用提生气了 被说中了吧 果十八娘愣过之后,立刻树莓冷笑 哼,跟我结婚,该有的利益,没有预想那么大,后悔了吧 果十八娘嫁给他,做出的药却是半点再无大有生的份 情景还不如二人未结婚以前 故乡 信昭阳喝断他的话,面色已然铁青 带游说话,面前的果十八娘忽得剧烈挣扎 从他手里脱身,急不像一旁摆着的青瓷潭语冲去 弯身呕吐起来 气得该吐的是我 信昭阳气得咬牙说道 脚下却是未停,站在他身后,轻轻拍斧他的背 故十八娘有心甩开他的手,却是一点力气也没有 这是怎么了 信昭阳皱眉,见得似乎要将肝肺胆汁都吐出来了 也顾不得生气,忙转身换丫鬟 去找大夫来 这条街上最不缺的就是大夫 不多时就赶过来一位 故事八娘已经吐完了,正自己拿着手帕擦泪 不接信昭阳递来的水,挣扎着去自己道 信昭阳沉着脸跟着 最近大娘子不爱吃饭,睡得也不好 小丫鬟在一旁啰啰嗦嗦地介绍病情 大夫点着头,仔细地枕脉 眉头慢慢地皱起 怎么样 信昭阳见得皱眉,只觉得心沉了下去 故事八娘体内残毒未消 虽然说避开练膏就好 但毕竟是一块心病啊 恭喜大娘子了 大夫收回手,喊笑说道 已经一个月了 屋子里的听众都愣了一下 什么一个月了 故事八娘问道 大娘子是有喜了 大夫笑道 此话一出,屋内三人都正住了 这种反应大夫已经见多了 也不急,也不恼 慢悠悠地收拾自己的药箱 果然,一刻之后 被信昭阳一把抓住胳膊 你是说 你是说 有,有孩子了 她的手有些颤抖 结结巴巴地问道 是啊 恭喜二位了 大夫淡定地笑道 信昭阳 面色变化 松开大夫的胳膊 转身将故事八娘往怀中移抱 故事八娘意识震惊中 背得移抱回过神 看大夫与小丫鬟低头笑 忙用力推他 好好,你别乱动 我松开 信昭阳忙松手 将他按在椅子上 只觉得忍不住地想要笑 他已经三十岁了 同龄人这个年纪当爷爷的也有 以前没成亲 倒也罢了 对孩子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但如今有了最爱的人 而且这个人就要给他生一个孩子 融合了他们两人的孩子 这种感觉在心里就跟开滚的水一般 哭嘟嘟地冒泡 让他有些想哭 又想不住地笑 呃,不过 大夫咳了一声 说道 怎么 信昭阳背着一声 不过 兴奋全消 神经绷紧 大娘子身子 有些不妥啊 大夫撵去说道 一面皱眉 只怕 大夫们口中说不过 但是只怕意味着什么 眼前算是半个内行人的二人 心知肚明 信昭阳觉得 自己差一点一口气上不来 要晕过去 过时把娘也看过来 面上闪过了一丝二人焦虑 她的身子 可不只是那次大药会上中毒 那么简单 再后来还为文具王尝耀 虽然经过调养 已经痊愈 但因为次次是拿命相搏的重创 只怕伤了根本 大娘子的身子虚弱 大夫素容说道 十月怀胎 本就是极为魔人的事 大娘子又是触怀 只怕是极为辛苦啊 那 或是把娘带来开口 那对大人随伤如何 信张扬已经结过话头问道 她的神情也带着几分诉讼 过时把娘一正 看了她一眼 啊 那倒是无碍 只是辛苦些呀 大夫豁得又笑了 碾虚道 吃不好 睡不好 比其他孕妇 要辛苦些 听得如此说 二人暂时松了口气 吃些什么不要 信张扬只觉得 手心都是汗 忙问道 哈哈哈哈 不用刻意的不 虽然辛苦 但大娘子能吃 还要多吃 吐了再吃 也得吃 大夫笑道 哎呦 静阳最要紧 不要太操劳 不要生病 她迟一刻 目光在二人面上扫过 满含深意的说道 呃 保持好心情 小夫妻拌嘴是掩不住的 信张扬面上一丝懊悔 顾十八娘则低下头 送走大夫 家里人都惊醒了 听闻喜事都前来恭喜 大娘子 今天 没怎么吃东西 丫鬟想到什么 茫茫的说道 没吃 信张扬看了顾十八娘一眼 现在已在床头 垂着视线 慢慢地吃茶 便走过去 放低声音道 想吃什么 我是会饿着自己的人吗 果十八娘不嫌不淡地道 想吃 我会不吃吗 信张扬背得噎了下 去煮些粥来吧 再要几样清淡的小菜 果十八娘抬眼 对恨不得把头 埋进脖子里的丫鬟说道 丫鬟是如萌大赦 盲影声势出去了 室内又恢复了安静 果十八娘吃完手里的茶 起身要去放 一旁的信赵扬要接过 被他挡开了 十八娘 别闹了 信赵扬叹口气 顺手将他抱在怀里 果十八娘 争了几次争不脱 又不敢太过用力 值得任他抱着 信赵扬也不说话 只是这样抱着他 不知道 过了多久 过十八娘的僵直的身子 软了下来 十八娘 信赵扬这时才开口 瞎恶轻轻地蹭着他的发壁 我们成亲 是为了过一辈子的 不是为了随时和离的 说着话 感觉怀里的人 身子又是一僵 他便用力地 将他再往怀里抱了抱 十八娘 我知道你是讲道理的人 你想想 我彻夜赶来 满心欢喜地见你 迎头却是一惊 十八娘 我其实也是个俗人 我不是想要拴着你在身边 我只是 想要你心里有我 他提声道 我心里怎么会没有你 过十八娘 闷声开口 我不是在和你商量吗 你那是商量吗 信赵扬笑了笑 伸手绑过他的脸 看着过十八娘 眼圈微红 硬生生地扭开头 不看着 我是个女子 本就不如男儿得理 只能比别人更辛苦 他带着几分哽咽 我难道 不想和你不分离 日日夜夜厮守 可是 我不敢 逆水行招 不进则退 我不敢顺险一刻 他的话没有说完 再次被信赵扬 搬过脸 略有些粗暴地 稳住了船 从最初的挣扎 抗拒 到渐渐地软下 伸手揽住 他的脖颈迎合 只稳到 二人都闯不过气 才分开 以后 再生气 也不许 再说那两个字 信赵扬 伸手擦在脸上的泪 我们既然成亲了 就是要一辈子 携手走下去的 不管别人怎么看 怎么说 至少我们两个人的念头 是一致的 就跟两匹马 拉着车跑 方向不一样 这车 还怎么跑得稳 跑得久啊 过十八娘 将头贴在他胸前 紧紧地揽着他的腰 点了点头 对不起 他低声 咕咕咕的 没关系 信赵扬 将他再次紧紧抱了抱 拉着我的手 什么也别怕 你就是跑偏了 我也要把你拉回来 二人 静静相拥一刻 只觉得 闹了这一场 说了那些 一直埋在心里 但谁也没有 说出来的话 反而更贴近了一般 门外丫鬟 轻轻地脚步声响起 饭送来了